很像來到了歐洲嗎 有 歐洲少三層之類的 現在如果要去夢蓮湖的話 一定要坐接駁車 人超多的 吃到錢的味道嗎 有 這是加拿大 有 這次趁著家人來美國拜訪我們的機會 特別安排了一個四天三夜的 加拿大班夫國家公園的家族旅遊 我們從西雅圖搭飛機先抵達了加拿大的卡加利 我們到加拿大了 現在跟我弟會合沒有一起 我們現在要直接從卡加利的機場 去班夫小鎮 然後在晚上再去我們要住的地方 故意似乎 哇 越飛越高了 好酷喔 從加拿大卡加利前往 班夫小鎮 車程只需要一個半小時 他們那邊排隊在買票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車上 很像 所以都不會犯喔 他這個是你進去裡面的時候 他才不會抓你 那夫小鎮上面的飯店 而且都蓋得很漂亮 我們現在已經到班夫小鎮了 等一下就是要到街上去走走逛逛 他麵店藏在這個mall裡面 就是還沒營業 有啊 有營業 小小間的店面 裡面的桌子大概只有不超過十個 黑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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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已經有點不像拉麵 是像麻醬麵 芝麻的味道 然後又很濃稠 真的耶 它湯也是沒有很明顯的 對啊 很濃稠 以特別來說很推薦 以口味來說不推薦 好喔 好喔 其實湯頭的味道是很夠的 它的這個叉燒 哇 感覺入口即化 它算是鹽味拉麵嗎 柚子鹽味拉麵 柚子鹽味拉麵 像是青的 然後它是一個柚子屁 喔 你看我柚子的清香 現在這邊就是班夫小鎮的徒步區 它把一條大街封起來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商店 但是車子都不能進來 還滿有FU的 很像來到了歐洲 有 有歐洲小三層 柚子鹽味拉麵 有個小鎮味拉麵 咖啡味拉麵 好香 好香 它是馬上好吃 它會非常濃 我覺得它會很濃 那種微微的苦 但是又 還是會甜 藍莓口味 藍莓跟下面那個芝士蛋糕 藍莓真好漂亮 藍莓超好吃耶 要試試看另外一口 你要挖到藍莓喔 喔他們下面那個是 紐約芝士蛋糕 紐約芝士蛋糕 好吃 對好像很精爽 進到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我們要在這邊住三個晚上 Lake Louise Inn 然後這是我們因為有六個人 所以訂了一個 兩間房間 然後客廳這邊也是一個床 然後這邊是一個 廚房 各種的廚具 鍋子 平底鍋全部都在這邊 這個有一個超級迷你的小客廳 這邊後面還有一張床 可以拉下來 好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20分 我們第二天一早第一個行程 就是要去 夢蓮湖 然後現在要去 Pack Louise的Park and Ride 大家接駁車 現在如果要去夢蓮湖的話 一定要坐接駁車 或者是自己 想辦法租到其他的導遊團 才可以去 那這個接駁車 他會在網路上釋出 像我們就是 很後面才知道要做接駁車這件事情 然後就一開始都沒有這個票 然後就要到他的 出發日的兩天前 早上8點去搶票 所以好險我們還有搶到 但是可以移到他的話就只要移到 不然他有一點是驚險 對 我們拿到我們的接駁車的票了 所以他這邊的接駁車運作的方式 就是你會有定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就要來這邊的窗口 把它換成真正的接駁車的車票 那這個車票你一整天都可以使用 從 park and ride 上來 車程大概是 20分鐘 我在這邊剛剛有看到 就是在換票的那個地方 有些人他是現場想要買票的 就是工作人員就跟他說 就都沒有了 然後他也沒有說讓他等 所以一定要去 去做那個預約 你才能夠搭接駁車上來夢臉湖 我們現在要走一個 Rock Pile Trail 他是在湖邊的一個 用石頭堆起來的小土丘 爬到上面從一個高點去看那個湖 他很輕鬆 大概只要400公尺而已 累嗎? 好我們現在 來到了Rock Pile Trail的終點 好 夢臉湖邊還有另外一個 Trail Lake Shore Trail 然後他就可以讓你沿著這個湖邊 這樣走過去 我的手現在已經很冰了 看看這裡面有沒有比這個冰 一開始都很冰 喔!很冰欸 很冰欸 可是好清澈 你看下面都不知道是有沒有水的 直接看到那個石頭 Morane Lake Lodge 有一些住宿的空間 你看裡面還有個小火 看起來 蠻高級的 你看他們就是從湖邊 租這個船 然後滑出去 哇賽 一個小時140塊 補充體力 這個 這種顏色呢 他就是從那個 冰河上面 裡面的龍雪 然後裡面帶的礦物質沉積到水裡面 才會有那種 很濁的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逛完 Morane Lake了 然後呢 我們在 就是今天早上做的 Shuttle Bus的另外一個班次 他可以讓你從Morane Lake 直接到Lake Louise 你如果有訂到他的票的話 你就可以在做他中間的轉接的公車 同理去Lake Louise的票也可以轉接到Lake Morane 所以你訂一個票 是可以去兩個 我們的巴士抵達Lake Louise Lake Louise的停車場 雖然是還可以讓民眾自己開車上來 但是我們剛剛看也是全滿 然後我看到工作人員就是把車子給倒開 所以要考慮挑戰自己開車來的 也是要考慮一下 下午要去Fairmont 就是那個Lake Louise的 城堡飯店吃下午茶 他很有名的下午茶 現在距離我定位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先去湖邊走走逛逛 人超多的 滿滿的都是人 在這邊找到一個 小小的角落可以拍照 餐廳從這邊走進去 是下午茶的地方 在这个Fairview Bar & Restaurant 正门走进来之后 往左边 城堡饭店的下午茶 非常的抢手 我们也是提早了 四个月就已经定位了 不过我发现当天 他还是有接受现场来的客人 因为它是白茶蜂蜜 然后这两个月我们也提供3分钟 但这就是饭水 敷了芳汤 奶精 用这个漂亮的奶精 奶精有多漂亮 蜂蜜 你的果茶怎么样 那个水果的香味怎么样 不过就是应该是比较多美国 所以就是偏酸一点 但是还是蛮香的 就是我相当浓 茶包包掉了 我觉得它羊肝菊茶喝起来是比一般 原价羊肝菊茶顺口一点 因为它好像有加一些花瓣 对它里面是有加一些花瓣 真的 所以味道不是单纯就是羊肝菊茶 你还好耶 好鬆軟喔 我沾了滿滿的檸檬卡士達 我加太多醬了 好甜 可是這個脂肝本身的很鬆軟很好吃 這個是龍蝦搭配魚子醬 好像還不錯 有吃到甜的味道嗎 喔 有 這鴨乾的味道不會很清 這不在哪裡 這是加拿大 鴨乾 這是鴨乾 我覺得它的鴨應該是 生長環境應該是非常 在非常的乾淨的地方成長 所以它那個鴨的肉質 包括這個 跟我想有點不一樣 但是呢 色的好特別喔 是喔 還有加莓果醬嗎 嗯 好吃 它這邊是莓果醬 哇 真的很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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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這個小蛋糕做得很 很用心欸 還有加那個烘烘的球球 好我們剛剛吃完了 這個 很飽 飯店的下午茶 超級飽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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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要去走 Lake Louis旁邊的小trail 我們找到的這一條trail呢 是難度 被評為 中等 是喔 對啊 1.4 然後爬升500ft 很輕鬆 應該很輕鬆 等一下我們 看看會爬多久 Fair View Look Out Bebe Dele Fair View 那個trail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爬升啊 請問你為什麼再來回走 要維持我的心率啊 嫌我們走太慢 沒有 最後一段下坡 已經可以隱約的看到湖的綠色 在樹林的後面 抵達終點 一個小觀景台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吃飯的窗戶 所以一開始這只是一個小屋 小屋 嗯 嗯 然後後來就是再撥墊 好 然後再撥墊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1925年就基本 行不出 那改建的蠻快 我們已經下山了 從上山到下山大概 以超慢的速度上下 也只花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trail很推薦給大家 如果不想要太累 想要 然後 也沒有到很輕鬆 但是絕對不會太累的 行程 然後 我們 就到停車場 等一下要再坐接駁車 回到一開始的 停車場 排隊排爆囉 好我們不是這個 這個是Long Transit 這個是做去班夫小鎮的 接駁車 路易斯湖小鎮上面的一家小雜貨店 Village Market 東西也是蠻多的 有一些水果類 這邊還有藥局 晚餐吃泡麵 製作今天的晚餐 海鮮蝦麵 怎麼可能會沒蝦呢 我們整包都下來了 今天的晚餐 蝦泡麵 我要想很久 這天的晚上 我們就用桌遊結束了 奔波的一天 隔天我們要前往 班夫國家公園旁邊的 優賀國家公園 看到超級壯闊的瀑布跟湖泊 記得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掰